各位朋友好,欢迎来到在水一方的频道 今天风和日丽来到了曼哈顿的小福州 很多老华侨也称其为福州街 就是东百老汇大街的西段 他城市许多福州裔新移民到富的第一站 又因临近F线地铁站 为这附近的商业带来一定的人流 本区是属于曼哈顿唐人街的一部分 但有别于雾街附近的广东人唐人街 这座送入云霄的大楼 在此充满杂乱无章低矮房屋的地区是违和的存在 但看起来这终将会成为东百老汇的未来 90年代是东百老汇全盛时期 引领着纽约市福州移民的文化跟商业 但近十年来随着曼哈顿高档化 新旧福州移民纷纷沦入布鲁克林八大道区 而且有些房东故意利用破坏、骚扰、法律恐吓 或者是直接威胁使房屋不宜居住 以此驱逐租金稳定的租户 再以市场价格出租 再加上一年多以来疫情的肆虐 更是摧毁了不少商店 处处可见商铺空置 进去看看移动商场现在怎么样了 它看来还是门可罗雀 冷冷清清 真是要一绝不正了 看这是以前的移动大酒楼 它在右手边是它开业时的盛况 对比现在令人唏嘘不已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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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在中间 用了一整个车里面 好,OK 对,OK 好,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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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OK 好,好,好 好,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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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家巴黎婚纱店也羡慕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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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